LEO 聊事件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不列顛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大家來看一下大約八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 Hero選擇了不列顛 不列顛游泳吃綿羊的速度最快的文明特性 所以他前期很適合打肉碼開局 或是打裝甲步兵開局都很適合 不列顛人他的弓兵射程是最遠射程的文明 但是他的射程加成要到城堡時代才有優勢 封建時代其實沒有太多的加成 不列顛人的後期戰狼靠 可以讓巨型頭時機的弱點的爆炸範圍變得很廣 所以比較容易命中別人 而且對不動的單位命中率提升99% 幾乎是100%的這個程度 不列顛人他的打法基本是全能型 步兵弓兵騎兵都是有三級馬鎧 這個三級的鎧甲全部都有 攻擊力也是 整體來說打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他的騎兵稍微弱離一點沒有品種 城堡時代最好是不要按太多騎兵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特色是他的兵工廠 研發科技史都是半價肉類 還有這個工程製造所的研發也是 所以他的重型頭時車跟大衝車的研發史 都非常便宜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問題是 他的工兵路線是不能走的 封建時代按太多工兵到城堡時代 沒有辦法接續打工兵轉奴兵配騎士的打法 只能直上城堡時代轉馬弓 或是轉騎士肉馬 或是轉槍兵都是他的主流打法 那後期他的火炮是沒有的關係 所以就算要用火炮或弩炮 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騎兵加馬等科技 去做壓制會比較適合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我們地圖看起來 西托的地圖兩邊都偏黃 偏前面 不是偏黃 黃金版的就偏黃 黃金的位置是偏前面的部分 但主機在裡面 要圍的話也是先圍正面了 但還好他是寶加利亞人 有鷹壘 鷹壘的話待會就可以直接去空圖 差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各差一個 前方三柱箱 就可以上完箱了 就沒問題 看一下HERA這裡 HERA這邊的黃金也是偏裡面的 但黃金的位置就比較好嘍 離對手是比較遠的位置 雖然過來是少了也是OK 但這邊只要開個TC 這邊補個城鎮中心 防守來說應該問題不大 問題是這裡的墓區 看起來偏少 雖然看起來是三片墓區 但前面這片的話可以當作不能用 就是這兩片墓區可以用 那到後面的位置的話其他墓區都是比較遠的 那左右這些位置也是比較偏對手家了 感覺上這一場的HERA的墓區會成為重點 那果子的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暫時要圍起來也是OK 好而且這張地圖看起來有點偏天圖耶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看起來很好耶 而且裡面還有石頭耶 哇 而且如果這個也可以圍起來還有一塊附金 整體來說HERA地圖比西托這邊還要很好 那西托也是法國最強的玩家 他的分數都是在非常前端的位置 那比賽的層次也算不錯 雖然沒有到世界冠軍等級 但至少他的實力還是可以打贏很多 我們頻道上看到的頂尖選手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HERA 這邊已經點下了一根均銀 待會應該很需要轉 馬舊的感覺 好但是對方裝甲步兵開始挖金 補射箭場吧 有挖金了 射箭場先補 好這裡敲再敲 這裡敲敲為死 沒過來就慢慢敲 沒有打算慢慢敲 沒有打算慢慢敲 OK 那現在射箭場補弓兵 好前期在前面再補一波子 HERA前期並沒有打算快速圍死 好這裡稍微圍一下 弓兵出來了 這裡還是想要往前抓 阿翠飛村 沒機會 兩邊的弱馬多倒地 很緊張很緊張 弓兵出來了 基本上弓兵可以追著裝甲步兵打 移動速度也比裝甲步兵快 OK搞定 最後一隻弓兵 拉弓鐵掉 走進 沒問題 ERA現在打得非常好 好防守OK 好家裡可以為死 轉馬就了 我轉弓 你一定會轉毛兵 OK啦 已經都知道對方的套路 我不偵查也知道 趕快先按個馬就 沒關係 馬就你就先讓你打吧 這些毛病你就打 反正村民掉血掉得很慢 這就是毛病在前期沒有辦法 做到太大傷害的問題 傷害實在是太差了 好弱馬出來 看死了一隻 第二隻毛病 一眼搞定 OK 好那現在吸戳變成槍毛怪 先防守 那吸戳這邊 至少是趕快點下一個弓兵鎧甲 這邊只要50肉而已很便宜 好那步兵鎧甲也可以考慮點一下 但我是覺得可能沒那麼必要就是了 不然就是轉騎兵 馬就 轉毛病 槍兵暫時守住 好這一波要上了 好這邊直接把三隻槍兵點掉之後 光兵拉走但已經拉不開了 被貼得很近 寄託這一波細節打得很好 好但槍兵來了 肉馬還是選擇撤退 好吸托這一波 損失掉了自己的所有的槍兵 HERA這邊的弓兵也下降了一些 HERA應該在這個時候 要盡可能保留自己的弓兵數量會比較好 到了城堡時代的時候 才有比較好的壓制力 但是現在HERA應該是要一波打 封建時代了 沒有打算上層再繼續打 哇這個槍兵完蛋 HERA這一波槍兵有點 喔不啦 是吸托這一波槍兵有點 讓HERA的肉馬損失大量的數量 但是有硬弓的關係 現在砍槍兵速度也很快 完蛋了 好那現在HERA有可能會考慮點品種嗎 不對不對 補列兵沒有品種啊 那再點這個 點這個義工 感覺有點 算是硬要嗎 感覺有點兇過頭了 好這裡毛兵再過來 砍掉毛兵 羅馬要小心 好趕快拉走 工兵現在來到了第五隻 現在吸托槍矛 也再繼續按 兩邊封建打得有點久 好 好38分點下 已經點下了 輪軸技術 那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大概27吋或28吋左右就會點輪軸 但是現在沒想到 輪軸的時間越點越慢了 以前是26、28 現在是來到38才點 有可能是跟打架的節奏有關係 好那現在HERA的 三秒殺已經點下了 兩邊都點了 大概差了20秒而已 好 好那現在HERA只要控兵控得好 正面是打得已吸托的 但是現在吸托防守也防得好 也不一定會打輸 好正面把工兵全點掉 槍兵一直戳戳掉了大量肉馬 吸托搞定了 漂亮 沒想到HERA這邊的細節操作 最後是拼輸了 吸托 他可能覺得自己有高地優勢 太大意了 弱馬被戳光 就基本上不用打了 OK 深層寶石再上去 現在吸托野轉馬嗎 點了馬凱 好現在雙射箭場 準備等升級 這裡稍微拉走一下 這個木牆會不會戳破喔 5個房子 下品種 採金 沒意外的話應該就這樣了 目前HERA這邊的細節打法有個問題 1級農還沒有點 挖金也是 如果是要打工兵開局的話 1級挖金也很重要 HERA這邊倒是不是忘記了 農鐵也沒點2級伐木 現在也點不下去 現在經濟有點差 這裡補了10隻工兵 有2級射了 有2級射就可以靠射程優勢去點 終於點了獸根技術 先把一隻矛盆點死 射程來到了8點射程 戰矛兵是7點 多走一步還是可以點到 不列典的不攻兵 HERA這邊的目標應該是要趕快先點2級伐木 身為不列典人沒有伐木技術 省傷 有伐木之後再補大學 有彈道學之後不列典的殺傷力 才會提升到下一個檔次 好這次先投資了馬凱 看來還是受不了了 沒有騎士血防壓力有點大 來了壓力來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壓力 這個洞可以過去喔 漂亮 這個直接為死關北壽 倦養開始 漂亮了 這個廁所關的很不錯 喔這個這個毛兵 偷偷抓掉一隻村民 好 毛兵偷偷從後方趁虛的路 喔 死了三村 KERA有點虧 本來覺得賺到了三隻騎士 但現在好像就不虧了 好 攻兵偷先走 好 攻兵偷先走 十八隻 哇被點掉了一隻 攻兵射程很遠 但現在沒有登到雪 好了 現在有兩百木 還是要先補個大雪 還是先開個TC 先開TC好了 好 下面開了 那現在爆炸莉亞也開了雙TC 兩邊前期算是打得蠻生了 本來想說HERA這邊是天土 結果他有可能是故意不為家 反正想要訓練自己的反應速度 OK 終於點下了一隻蛙精 3TC補下了 那我覺得這個TC蓋的有點問題 其實TC可以再往上蓋一點點 那這邊也可以撒農田 讓這個撒農田的空間變得更多一點 那只是單了我個人的想法而已 我覺得農田這邊還是要多多利用 這個TC旁邊的空間 好 HERA這邊點下了耕種技術 現在缺乏的是二級伐木 兩邊都忘記點二級伐木 打架前面打得太兇了 專注在軍事科技上 哇 工兵術來到了25隻了 大雪要趕快補了吧 好 停下了跟蹤技術 那現在騎兵這麼多的數量 吸出 這裡有9隻 好 家裡再補個修道院 防守也會安心一點 但現在木頭真的很吃緊啊 HERA沒有發現啊 自己打不這麼慢的原因 好 兩邊現在都在稍微探圖 HERA用了四隻刺猴去外面看看 好 此一世來了 突然還是從後面偷偷過來 好 稍微射一下 我們必須要讓數量來到30隻囉 所以我們繼續收村 全部收光 好 再放出來 好 輪軸技術點下了 現在吸脫的經濟 跟HERA兩邊是差不多的 雖然HERA剛剛被抓了三村 但好像並沒有損傷太多 好 現在33隻的村 弓箭手 水量來到1000滴了 現在吸脫的軍事差距有點大 現在可以看到HERA的軍事3.7K 吸脫特別是2.4K 兩邊的軍事差了1000資源 那要是HERA再點一下彈道學 那就毀天滅地了 但現在是要先穩住農田的肉量 先撒田 好 那這個 這個瞭望塔射程了 也有二級的弓箭射程 現在來到10點 沒有辦法去守屍 射程只有8點而已 雖然就算有 沒有這個射程 也是可以射得到弓箭就是了 好 那接下來 吸脫點了一隻僧侶 稍微拿一下 好 這裡想點僧侶沒點到 僧侶直接拉開 這根劍塔蓋得很不錯 現在 繼續補騎士 ERA應該是想用一波騎士 衝進去壓一波 把所有的騎士點關 這就是在用騎士 燒掉所有的蛋毛兵跟生女 的一個策略 但是工兵卻沒有停住 還是繼續補 工兵數量已經來到快要40隻 光打正面的話 吸脫應該很不利 好 來了來了 這波要衝進來了 開始拉村民 吸脫 直接分隊 分了三駝兵 這裡再圍 來不及 沒空 被流了出去 工兵沒有回家救 反而是往前壓 沒有彈道學 射得有點歪 只點掉了一隻騎士 家裡的部分騎士還在追趕 這一波吸脫衝進來 抓掉了 八隻左右的村民 抓掉了八村還不錯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了 反觀HERA 這一波弓箭手往前 並沒有抓到任何的村民 可以看到HERA的擊殺村民還是零 好 彈道學要好了 回頭可以抓掉那隻生女了 但是他躲在黑龍塔這裡 但是可以收進去 好 衝兵高打敵 反擊戰矛回去 好 企圖開始把銀雷點出去了 現在附近的位置 只剩下左邊這個還沒有空下來 好 後面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洛馬遠低戰崗 送光 但是HERA已經不延了 準備來壓寶 直接把這根金塔給拆了 就行 現在需托正面的軍力太早 要重新補下 OK 重新補下 那HERA正面要補嗎 HERA沒有打算要補正面 這個木牆好像也沒有打算要低調 好 來了 後方騎士 再來一波 西托 西托各種偷家 一不為死 我就很好偷 HERA又一個防不勝防又被抓了幾村 但這次西托操作有點慢了一些 趕快再拉過來 這裡墓區其實沒有人了 好 先走回來 哇 看起來又要被抓了幾村了 在西托的村民宿已經來到106村 HERA只有81村了 城鎮中心要再多開一點 然後右邊這邊也很適合開一個新的TC 好 點帝王之後再補TC 也很好 哦 左邊已經補下了一個 好 那西托這邊也差不多 要來點帝王時代 哇 補下5TC 這個經濟好像有點好 好 38隻工兵出來就把勝率給點掉 現在系統打陣地戰有點劣勢 這裡工兵雖然真的太多 要打贏還是得靠這個三級馬卡 好 鏡頭在後面補了一些10強 10強被衝進來 好 臭民直接繞幹 要直接放棄這個城鎮中心 反正後面我TC也多 臭民繼續保持數量 優勢就會很大 好 騎士衝進去了 火箭手直接打倒兩隻戰矛 Hera開始要反攻了 好 帝王時代升級上去 好 停掉了一隻騎士 好 現在三級射也補下了 好 現在三級射也補下了 補裂點人 準備要來提升強弩了嗎 巨頭先按一台 開拆 再補一根寶 取壓制 但是 Hera這根寶 並沒有壓制到太多東西 就只有這個城鎮中心而已 感覺要往右插會更好 例如插這個位置 把這個地區給空下來 Hera並沒有這樣做 而是往左邊繼續進攻 好 西托三級馬卡 動裝騎士先點 待會兒又要轉型寶達利亞騎兵嗎 好 毛兵現在有點扛不住這一坨攻兵的數量 一直被偷點 好 騎士動突破防線 衝了進去 這一波 Hera應該可以轉到很多 但是西托家 這邊的騎士也派了出來 也來抓Hera的村民 兩邊在互相傷害 哇 兩邊的村民都掉得很快 沒想到Hera衝進去一波 就直接抓了16村 好 弓箭手過來防守 巨型投石機 好 碰撞騎士升級好 Hera這一波還在被抓 家裡的防守 基本上是可以說是沒有 怎麼辦 怎麼辦 這個要射很久才射得死 完蛋了 西托 Hera家裡都爆炸 但西托家裡的騎士問題 已經解決了 好 巨型投石機 繼續攻城 好 最後是抓了 哇靠 32村來了 這一波至少也抓了十幾村有 好 Hera這邊再繼續補村民 把村民補回到121村 西托這邊也是 兩邊村民樹再繼續往上補 現在經濟來說還是有點差 後面我要再補一些 馬舟 馬舟嗎 我覺得他的馬舟的產能現在不是很好 馬舟現在只有三個而已 如果是要走騎兵路線的話 馬舟肯定是要補的 好 Hera這邊趕快把工兵 往前補 給對方壓力 poke 這更好 好 右邊這根銀類 要找機會把他拆除了 這邊偷挖黃金村民 直接被吃箭魚 Hera這裡忘記點化學 剛剛怎麼點火箭 你剛剛點錯了 好 這要是西托這個黃金 挖不起來 就要斷金囉 黃金歸零了 左邊這塊金也沒有空下來 西托有點大意了 左邊沒有先插銀 控自己的附金 只能轉完野金 如果野金也空不下來 那就會斷金 怕賽了 現在只能轉大量戰矛 對射了 但戰矛也沒有三級的工兵甲 跟工兵對射也是有點頭破血流 好 工程開始了 這一波 Hera應該是要一波帶走了 Hera的黃金非常充足 好 拿下 銀類沒了 衝進去看個一下 抓個一村 走人 陣地戰繼續往前推進 後方開始拖補馬就了 又有一波重裝騎士衝進來 Hera不爽了 在家裡直接補了一個城堡 趕快趕快圍起來 右邊這個城門沒有圍好 剛才這根城堡又蓋到頭破血流了 好 所有的騎士往中間這個地方聚集 想要把蓋寶村民全部抓掉 Hera這根可能會變成道德寶 完蛋 後來這波死的村民有點多 但是正面的威力 還在推進當中 還在蓋還在蓋還在蓋 87 80 90 92 2 收村 再放出來 再敲 好把所有的騎士距離在中間這個位置 好整理出來 正面的巨頭還在往前推進 寄託利用騎士肉馬在邊吸收 箭矢的傷害 瘋狂走動 讓正毛兵有一個安全的輸出空間 效果還不錯 把Hera的弓兵打到只要34 32 花不滿30隻弓兵了 大衝車也來了 漂亮了 有大衝車的話 就不怕弓兵 衝車也可以直接去頂巨頭 把巨型投資機給逼退 但希托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城堡還是被蓋了起來 Hera這一把打得是非常穩 並沒有太多的花俏打法 而是專心控圖 把對方給控死了 這個附金直接一拿下 這個冶金沒有辦法安全挖的話 基本上也真的沒救 這一波推進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真的要打贏的話 戰寶兵可能還是要非常大量才有可能拿得下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經濟的部分 這又是由希托 拿下食物跟木材的勝利 那黃金的話是有Hera 拿到了四聖物 死了還甚至贏了對手一倍啊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還有一些師 ions 啦 你在II